25年前,苏霍伊设计局的前略一验证机S37闪亮登场 该机有钛合金骨架和复合材料机翼蒙皮 是非证明它的低空低速性能和超机动能力优良 在两台AL37发动机的实量喷管助力下 可完成定点转弯和定点筋斗 能随时将机头指向敌机 2002年苏霍伊将其重命名为苏47 这架最大起飞重量34吨的飞机 不仅起降和低速飞行性能优异 还有较大的航程 据说这主要和它的机翼有关 苏47采用三翼面串翼布局 长约22米,高约6.3米 全动压翼翼翼翼7.5米 可以同步或插动偏转 机翼翼翼翼16米 前缘前掠20度,后缘前掠37度 一根边条后掠角70度 具有全翼翼翼,以及外段的筋腹翼 全动屏尾的前缘后掠角75度 翼翼翼8米 有两片外径6度带有方向跺的垂尾 虽然该机看着不错 但滑行不大安全 如果士兵喝多,忘了推走梯子 一旦碰到机翼 就会被向前处的翅膀拨向机身 因此福特加瓶子不大安全 但这又带来了一个好处 当空气流过机翼时 边界层气流同样会不由自主延展向靠近一根 造成边界层堆积增厚而提前分离 导致一根首先失速 但负翼不受影响 可继续维持平衡 因此前掠翼翼失速特性柔和 可用引脚比后掠翼更大 同时边界层不向一肩堆积 也使机翼外断 无需靠腹扭转来推迟分离 因此机翼升力提高 再加上近距偶合的压翼 会制造覆盖一根的涡流 给堆积的边界层增加动能 这样一根的气流分离也被推迟 能在低速大引脚下安全飞行 如此一来 这副前掠翼比同面积的后掠翼升力提高了30% 飞起来更加灵活自如 但这同时造成了一个隐患 在气流里 薄翼型机翼由于大梁刚度较低 升力会使大梁弯曲 一肩上翘 如果机翼和来流垂直 则一肩只是平移 引脚并没有变化 但转动到前掠位置 上翼的一肩就和来流形成了较大引脚 导致升力增大 迫使大梁加剧上弯 而这又使机翼引脚进一步增大 造成恶性循环 如果来流达到临界速度 则机翼弯有趋势就会发散 无法被一梁的刚度抑制 最后只能将机翼折断 因此这一临界速度成为弯扭发散速度 而要提高临界速度 除了多花钱弄钛和机翼两脉 还要让机翼上弯时 一肩同步做幅扭转 通过外翼段引脚减小来减弱一梁弯曲 方法是制作机翼蒙皮时 将几层碳纤维部的纹理走向 同时向后掠方向旋转一定角度 然后再用竖枝粘接固化 目的是让机翼的刚度主轴方向向后偏移 这样机翼受力弯曲时 截面前半段的下侧和后半段的上侧 会同时受到蒙皮牵拉 于是硬生生低头扭转 引脚减小 使弯扭发散速度提高 同时前略翼减小了来流的相对速度 而薄翼形又是可用马赫数 和阻力发散马赫数更趋紧一 从而显著推迟击波出现 抑制了跨音速阻力 因此它的两台发动机不开加力 即可超音速飞行 这时机翼在大于1马赫的来流中 只要有正引脚 前缘的下侧表面与来流的凹角 就大于上表面 产生下强上弱两道斜击波 而气流离去时又恢复圆方向 如果机翼引脚较小 则后缘又产生两道斜击波 此时下侧击波扫过的空气 压缩程度比上侧更剧烈 同时从前到后有很大的压力梯度 使压力的合力指向后上方 向上的分力就是托起飞机的压缩生力 该生力和异形弯度无关 只取决于机翼引脚 而向后的分力是压叉阻力 或者称为击波阻力 由于苏47的异形很薄 且前缘半径很小 制造的击波因后掠角较大 而强度较弱 使波阻得以减小 虽然苏47的理论高空平飞速度 超过两马赫 但出于对机翼颤震的安全考虑 试飞中最大平飞速度 只达到1.69马赫的限制值 尽管苏47的性能不如F-22 但超过了阵风 台风 萨博39等一众欧洲战斗机 可是服役的七八年里 空军认定它无法满足要求 再加上两个向前处的翅膀 怎么看都不大顺眼 于是2010年苏霍1停止研发 前掠意战斗机方案就此废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